很便宜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环节叫做 人设感大调查 节目组呢去调查了100位路人 问了一些节目组想问的问题 然后进行了一些真实的排名 我们会只给大家看排名的顺序 我们要猜的是导演组 到底调查的是什么问题 每个选项都有共性 比如说姚明 易建联 张亮 个子 对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的得票排名 猜出问题 第一名是大勋 第二是雨昕 第三是海盗 第四是大陆 好 来 来 来 第一个强道是林允 谁最抠门 好 这不对 我知道 海盗 大勋 然后最后那个山 那个嘴的大小 嘴的大小 先是小的 再是大的 先是小的 我嘴其实也不小 给大陆道歉 小丁也蛮大的听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大陆 朋友 这边还有大陆指着说小丁也不小 好 不对 好 欣欣 体重 不对 海涛到第二 海涛的第三位 好 来 原来的体重 不对 原来都胖过 别人我不知道 大勋反正你是胖过 好 个子 不对 好 来 请好 智商 从弱到强 从弱到强 弱到强 我同意 太出来了 谢谢哥 就是在你心中 大勋大傻 与希二傻 什么 什么 不对 我给大家稍微 提示 给点提示 刚才提到很多身体梗 什么嘴大 身高 体重 都不对 这是一个 情感题 开始 来 招女孩喜欢 招女孩喜欢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好 来 维加 魅力指数 魅力指数对了 答对了 答对了 恭喜这位朋友 不对 女人缘 女人缘 异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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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完全是对的 但是 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来 请来 家长缘 爬 家长缘 好 恭喜秦岚 思路又完全跑偏了 朋友们 这里 来 男有力 魏大轩第一吗 怎么了 那个 女性观众们的择偶对象 女性观众的择偶对象 就是 恭喜秦岚 答对了 王大陆好气 来 大陆 我下次要排到第一个 我也要使劲 安全感 恭喜秦岚 答对了 我做错了什么 不是说你每次庆祝的时候 往大陆都一击 你知道 魅力指数 魅力指数 对了 答对了 女性观众们的择偶对象 恭喜你 答对了 安全感 恭喜秦岚 答对了 你 不可能 大孙 不可能 大孙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一题确实是个好题 就是她得第一 真的她会非常的开心 刚才已经很接近了 偶像剧的必有桥段 于是大家纷纷开启了 偶像剧桥段的猜测 邂逅 接近 拍吻戏 没有到那么深入 被她壁咚也没有那么深刻 约会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来的 结婚对象 没有那么晚 暗恋 暗恋后面一点 初恋 不是 恨铁不成钢的何老师 给出了最后提示 跟年龄阶段没关系 是跟一段恋情的发展线 有关系 往前想 最想跟她表白 反过来 谁抢 来 来 被表白 被表白 郭老师 最不想跟她表白 表白 不想跟她表白的第一名 然后呢 你说的是最想被她表白是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最难甩男朋友 最难甩的男友 回答正确的是 是 最想分手的 这个题我们四个男生很难受 最想 被表白的对象 维加回答正确 被表白的对象 对 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大勋是个老实人 然后呢 为什么觉得是雨昕呢 觉得既然都是梦 为什么不梦个大的 为什么想被海涛表白呢 觉得她和孟晨在一起太甜了 觉得她胖胖的有安全感 大陆这个我就不念了 好 来 我们下一题 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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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前面输了 太可怜了 大陆 不哭 不哭 我们去带她爬山 不哭 去爬山 去爬山 我想问一下导演 这个选项里面 有我 秦浩 跟维加吗 没有 我们为什么连排名都没有 我们初选都没进 秦浩为什么被初选淘汰 为什么她被初选淘汰 她约你去爬山不香吗 就不能给个机会吗 是不是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好